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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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t 等等 等等 networks Bali 有声了有了 有没有声 你看看我们的制作多好,我们设置了一支灯,我的麦克力就出事了 我想跟你说,因为一些网友不知道的,首先你在坚尼地政经看,以及在CC新闻看,影像观感是不同的 比如有些网友,为什么这边这么聪明,主要是他聪明 我不知为什么Jacky用两个镜子,所以在坚尼地,你的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在CC新闻看到你,就鬼影重重,你的样子是白来白,又黑嗡嗡,不知道做什么 鬼影重重,首先强烈显摘Jacky的风扇,你为什么来台湾? 这个我要回应的,我记得我们上几个月是被人挑战的,他说什么 你这么够,你就回来中国看看,我打算问他,我现在算不算来中国? 他没有说中国的,你不要冤枉他,他说回来,玩久了 那不就回来,那也算是OK了,而且反过来,也真的要放假的 你要明白,日落国家其实都挺不备当的 如果你从生活的节奏上看,就好像什么都没什么 我太太做不到Facial,又说很多东西做不到 买不到东西,买不到衣服 为什么她做不到Facial? 外国人的Facial不是这样的 即是你那些... 有Facial,但是她说她的化妆品用不一样 然后又说买不到衣服,买不到化妆品 日行化妆品,英国又不多 那你知道外国人的化妆品是跟外国人服饰的 很多人做代购吧 她不知道,最后她的代购方法就是搭了一程飞机过来 然后在这里我发觉就... 即是假装英国没有,就要飞去日本 明白,明白 这里没有公仔,没有拉面吃 我要去日本吃 之前明明是到处都有日本公仔店 而且你要想想,加上这件事才会恐怖 我果然,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购物消费 还有旅游业的消费很重要 即是我们经常说香港的旅游消费不给钱 又或者不过夜旅客其实没什么作用 因为不过夜旅客,你吃个饭就走 我太太在这里过了夜之后 发觉过了夜三天,我们就要多买个行李箱了 哇,多谢 我告诉台湾,多谢你们的促进消费 其实我在台湾做了这么久 我有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 原来有个地方叫什么信义新天地 其实我走来走去,我没有去过信义新天地 我才知道现在这么多名店在信义新天地 我真是人的 成品好像搬走了 本来唯一24是在信义新天地 搬走了其他地方 是的,但我本来只是去那个新光三月的南西店 我打算一堂商场都差不多了,闻清东西 谁知道去过信义新天地之后 我发觉如果这样看 信义是最奢华的,你闻什么清东西 但你去完之后,你会发觉一样东西 因为我太太回应回来 这些可能是女士才会明白的东西 原来看出来信义新天地是有最齐的货 然后那些东西是很近日行 日行最新的品牌和品牌 设计者的东西都在那里 按道理,他只要给一千多元 在香港飞过来台湾做购买 香港的旅游业真的不能够 要用这个角度来看 是的 又不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格局不要这么小 做大个饼 这里有这里的客 香港有香港的客 这里的客就是你这些 沽寒客 香港这些是大客 不是阿拉伯 你懂得说阿拉伯吗? 阿拉伯 阿拉伯 不知什么 阿拉伯 总之说哈喽 那你回香港吧 你可以去香港 你可以去香港搭的士 哈哈哈 你刚才不是说 你本来是来自一个 日不乐的 旧的日不乐帝国 我最近看图书 我就为了找这本书 就是我的成品 都让我找到这本书 然后我看到上面有一本 因为现在台湾说 想打造这个技术日不乐 知 地 哈哈哈 我还记得见 喂 我还没说完我为何谴责你 喂 大哥 你又来台湾呢 如果搞到一些东西在台湾飞来飞去 他就赶你了 我来到台湾有什么飞来飞去 现在台湾整天都飞来飞去的 你要加剧他 两年前 佩洛西来一来 搞到这么震动 搞到巴菲特都卖了台积电 你又来一来 又围一围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你现在多么重要 你动摇大事 夹你回去 说你恶意沽空 或者恶意不买 你是不是就是制造恐慌 是不是 增加地缘政典 你见不见我们的网友开始谴责你 我们上一集说错话 哦 那不是谴责 好了 我们再说一下节目相关的内容 刚才我感谢网友 指证了我 上一集说错了 有些什么呢 就是请指教 请指定 话说我们提及到 其中一个政策就是出发国债 超长国债 其中一个发超长国债的动机 就很好的 他就说呢 等你们的银行可以买 那你买了之后呢 就可以提升你们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或者令到你们可以 補充你们的核心一级资本 就是这样 好 多伟大 简直感动到他上下 那我说一下呢 我就说了去存款保证金那里 所以就说错了 感谢网友的修正 那这个资本 或者核心资本也好 一级资本也好 但是这个理解呢 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你作为银行的 你有些钱摆在那里 以备不时之需 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这个理解很简单 而那个解读呢 我也都是一样的 不就是说呢 那个application 就是对于这个政策的好奇 是一样的 就是说 本身在做一间银行 那我去营运 我有些资本摆在那里 好地地啊 你不需要特意买债 等我去买你的债 然后就为了你帮我 去提供多一点的一级资本 是不需要的 是不是 我本身我都有一级资本的 我不用特意再买的 不是 因为你要做借贷嘛 那你做借贷 那你就要多一点资本 好了 给大家一些数据 那其实 我大概在网上看 这些是一个迷 中国的国有银行 大约有多少资产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题材 没有 没有 OK 我网上看的 这个可能是会有 不是最准确的 那大约就几三四万亿左右 就是所有国有银行的总资产 几万亿 你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或者网友帮我分享一下 我当你几万亿人民币 好了 那我当你几万亿 你要几多资本 你要几多资本 要几多资本 你一成就很够了 是不是 一成就几万亿 就是 不是 几十万亿 就是说错了 几十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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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放几万亿就很够了 是吧 很够了 那你说 我全部都要买国债 OK 那中国有多少国债呢 有多少国债给你买呢 那如果是中央债 再加地方债呢 大约起码都七八十万亿 本身都很充足 你不需要再发行 我只要几万亿 你这通街有几十万亿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所谓 为了给你们去提高 提高一级资本 而去发债 这个月理由 实在是太有趣了 但可能是除了一件事 会不会是 它原本的一级资产 实在是太不足呢 那这个可能是 另一个影响 是不是之前 不是借得太多钱 但是有其他原因 令到你那个 银行的体制有些问题 所以就出现了 今天这样的情况呢 你搞定了 如果它不够一级资本的话 那你是不够钱 还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够钱的话 你的问题 你要如何找回多些钱 如果你有钱 你放在那里 那些钱 那些钱好好的地 放在那里 不是一级资本 他本身有钱 放在那里 他不需要特意 他不需要特意 买你新发行的债 而这个市面上 亦有很多债 可能就是市面上 买了很多恒大债 做一级资本 是不是 恒大债应该 清不上一级资本 那他不觉意 那你还没破产 那你换回国债 可以吗 所以其实 某程度上 这一招都是用得好的 刚刚出来了 那五千亿的护卫协议 好像是一开始 第一批展已经拨了 有110亿 下市场 但是我真的要举手 问一个问题 其实这110亿 下市场 其实是 是想着多久之内 用的 你想想我有五千亿额 我现在才能下到那百多亿 还是 其实我还有排队 有两万多亿 而现在只是审到百多亿 还是我们永远就是 这三亿季只有百多亿 那五千亿就从来都不用 你这样的问题 就是问 这个两万五千亿长征的时候 你打算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国民党死为止 这个问题 借到什么时候 不借到市场 顶住 借到市场 资本市场稳定 但是你现在才借了百多亿 你五千亿的额 你借百多亿 我是说 百多亿真的很少 是不是 1 over 50 这个percentage 少得那么紧 你打算借到多久 才能借到那五千亿 所以 我都在想着 其实我不是在想着那一百十亿 我在想着这个公告有什么动机 他就是要告诉你 现在市场上的资金 不是借回来 我觉得动机是这样 因为当初他一出的时候 我们全部人都说 你一早上是怎样 为什么呢 我借完之后 我拿股票去换国债 国债拿去按去再借 借完再炒 是不是 那你全部都不断借 大家都会想一个问题 其实银行不断借 借到爆厂 其实你是不断增加银行的杠杆 这个其实是你由上一回合的房地产债务危机 变成内银债务危机 正所谓叫做万里大长征 头痛衣头 脚痛衣脚 好了 我们暂时解决股市问题 有些人挑战 挑战内银的问题 那我就出个公告告诉你 谁说是借钱炒股票 不是 那些钱全部都是有外资 有看好的长线资金 银行借 借100亿 我们没有借很多 那是个问题 原本你的舊市外 就是根据你有5000亿 你现在跟我说那百多亿 我看出来只有2% 我当今个月只不过是100多亿 2% 你12个月乘回12 都是2% 都不够 那5000亿 你以为这5000亿用几年 那就很麻烦 不麻烦 这才实力红厚 我根本不用借出去 你不用借出去就不用够了 不用够就更麻烦 现在人们就怕你不够 你起码出一条料出来 你用不完5000亿 你都跟别人说 我起码拿了2500亿出来 年尾之前就借了它 如果不是潘工性那些 5000亿不够 再有5000亿 接着再不够 还可以5000亿 你用什么 你才有那百多亿 那你一定不会有那5000亿 你这个就是准备下一回合 当假设那些市场跌下来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像你那样挑战 最想是你 又说借5000亿出来 结果借不到再 那些市场跌回了 那到时他就会借出去 那他就会向你宣布 不是 其实我借了4980亿 那些市场跌回了 到时你那时都会叛掉 其实我都觉得有点离谱 因为现在你借了那2%額 我当这个项目有没有搞了两个星期 也有了 潘工性出来都两个星期 那么你两个星期才借了2% 一个月才做那4% 那你加起来 其实你肯定用一年 你肯定不会有5000亿再5000亿 你现在全世界就是说 究竟政府会不会有超过几万亿出来救市 你还要不是直接摆钱出来的 你已经是用国债出来做这件事 你这个数字实在令人 其实难度在哪里 是不是没人去换呢 其实 我觉得真的太认真了 你分开两个 分开两边看 你是讲究股市 还是究经济 对于潘工性来说 我三分二代 我救了股市 是吧 那港股又升上了2万点 你困我上去 不代表你救了股市 你困我下了答 不是的 现在的人都不是追究我任务 那些人都不是在理解我 借不借出去的 现在的人在看经济方面 现在哪些是住建部 法改委那些 我是人行 我做了我的部分 我收招待 是顶人民币稳定 救回股市 那就行了 你得我借多少钱 就是你出口術 救了股市 然后其他人被人下了答 然后你就把那波推向旁边报道 那你原本的部门 你都写了一些 policy 你要follow through 是不是 不要理黑猫白猫 你不要理借多少钱 救到市就是好猫 唯物辩证法 市升了就升了 你不要理他借多少钱 借2元也可以 借2毫也可以 不借也可以 总之市升了 我问你 你觉得会不会 之后再借先 现在你得到那百多亿 Orpheus 真的不是很达到标 你觉得那五千亿 下个月开始 会不会年底 花光那五千亿 如果你年底 真的将那五千亿人民币债 或者国债 拿出来 我觉得 某程度上 达标少少 会不会你觉得十月之前 我们的目标去到五千亿 怎知道 你等于问股市场怎么行 我认真的 如果市场跌下来 他就要迫着借这些钱 你回头 你这个问题是问 真的有没有人借 如果现在反过来 他说只有23间企业 去借110亿 其实是我们不够这个申请方 还是我们不够资金 而一次 看起来 他23间公司公告而已 他可以借了不公告的 可以的吗 这个数据是他选择 去告诉你 你要记住 他选择告诉你 有23间公布了 110亿 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很小 究竟他是 选择不告诉你 还是他真的借不出来 你真的不知道 那这些材料有什么用 没用的 所以可以去下一个话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我的选择 就是因为之前很多人去针对救病 就是说你这样 你这个救市是不能够维持 只不过你再借再借再借 是不是 那个市人不肯定够不够 但是你加大了杠杆 那他就回应这些质疑 就是说我借了100亿而已 你不要说我不断借 只是玩财技 其实他是回应博士的 你不要玩财技 我们的节目真的很重要 只是回应博士 我这边只用了110亿而已 所以你问他有没有救市 麻烦在那边 住建部的那边 法官在那边 你向那边 好 接着问住建部 住建部整个材料好像更糟糕 一般都没有 已经被人骂到瘋了 而且这件事也是问那个问题 我们是三个部门出来 先是有法改委 跟着财政部 跟着住建部出来 法改委当时走出来的时候 已经被人投诉 你太多假大空的东西 然后激怒了外资 外资已经开始跟大家说 你要是要有决心 要有Dollar Sign 大概要上到1,000多亿 以上的我们才看 有Dollar Sign 跟着财政部出的时候 我们有投诉过的 他有Dollar Sign 但是数据比较混乱 我们不知道他给多少 但是你没理由住建部 走出来的时候 反过来 他走回法改委的那只 没有Dollar Sign 没有任何影响 那就走回头路 法改委都差了一次 你还差了来干什么呢 首先 我会提醒法改委的 我想普天之下 我最支持法改委 他們一向都這樣說話的 至於為什麼你預期他會有實質的錢說出來呢 這是一個美麗的門 第二 他又不是完全沒有數據的 最後這個住建部出來 他說白名單的credit 去到四萬億 又是那個玩法 五千億 最後他用了一百億 他告訴你credit有四萬億 那他用多少呢?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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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你一個數字 實質用了多少 有多少所謂的落地 有多少度位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那這就變成是借貸 額檔借貸 然後我那個交換的交換額檔交換的貸款比例 永遠這條數字我們都是black box來的 那我怎麼計算呢? 沒錯 所以我們稍後我們跳去這個節目 可能節目尾 我們引述一些媒體報道 即是uninvestable 你便計不到這條數字 但我們說過之前 我想去到那個住建部 因為我昨天節目也有說 你有沒有看房市組合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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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無聊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最近所有東西都叫做組合權 是不是這些名字是 即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來的呢? 因為你問我 通常你一拳中的就是一拳中的 你救市大招就大招的 通常組合權這件事走出來的時候 要不就是你就百病前身 我們不是這些雞尾酒療法 就沒有用了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就代表你的組合權 其實真的沒什麼辦法 然後我拿一堆散招出來和你打 那你覺得是哪一種呢? 嗯 嗯 組合權這個名字用了很久 你覺得哪一種呢? 不是 你說那兩個個案子都沒有一樣的 總之真的是 都是廢的 花拳壽隊啊 就是這樣 不是 你很認 其實我覺得畫出牆就沒什麼好玩的 不過你這樣問我就 照說吧 因為它不可以解決核心問題嘛 那核心問題是什麼呢? 現在不用爭了 告訴你 核心問題就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令到制度 由這個inclusive變成extractive嗎? 不行啊 那你就不斷地收手保保啊 就是好像一個女士 她對你都沒有興趣的 完全沒有興趣的 那你就說送花啊 她最想要就是 可能她想要一個這樣的人 一個另一半 你不行的 送花啊 送什麼啊 請她吃飯啊 送她回家啊 全部都不行 不過你的比喻都不是那麼好 就是這樣也有機會打動到 有誠意 就是講舊經濟是另一回事啊 每次有用錯比喻 就是好了 現在好 用回這個舊市了 大家說的就是說 你要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 我不要說到制度改變這麼誇張 不要說到什麼換第二個民主啊 不要說什麼了 起碼你拿錢出來 因為太多窮人 沒錢消費 消費供不起 你繼續生產 亦都於事無補 要麼增加市民的消費能力 要麼和外國修補關係 增加多些外資 這些兩個問題 她又不可以承認我們現在消費很有問題 她又不可以說我們現在和外面關係很有問題 她就唯有在另一個方向上不斷地出招 她又不可以承認自己的經濟很差 我GDP是4點幾% 是不是吧 4點幾% 為什麼要我花錢呢 不是吧 所以唯有是用這些不著邊際的方法 她又不想扔錢 她又覺得不應該扔錢 那就減息啊 減少手期啊 你借多點錢啊 就這樣做法 就是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但問題就是 豬建部會不會覺得這是一個經濟危機 因為這個字原來還沒有承認過 因為政治局以前的說法就是沒有經濟問題 我們現在OK 一片唱好 現在已經轉了 因為口風轉到 其實就說當前經濟問題 沒有說危機 只是問題而已 然後香港經濟要改革 但住建部怎麼理解當前樓市問題呢 她覺得樓市是一個危機 還是不是危機 如果你是危機的話 下一條就問題問了 那你覺得個洞多大 我當你白名單 拿4萬億出來 可以救市也好 下一條 通常就說 如果你覺得是危機 譬如說恆大是個危機 碧桂園是個危機 所以她倆已經進入了我白名單 然後這4萬億 她倆就各佔2萬億 其實這件事就容易說很多 但現在住建部 似乎她不覺得我們現在當前樓市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嘩 這個問題這麼審慕 我個人覺得住建部這麼神威莫測的部門 我又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但是我會覺得第一 如果她是真是有料之人的話 你應該知道這件事是很大的 你覺得她的故事是按不了的 就是樓市一定會倒下去 你按不了的 除非你聖上願意給你按幾十萬億出來 填了債 掃了那些供應過多的庫存去 然後還有人要買 這個是填藤的 味道多了有人買的 你看到剛剛最上的樓價是按年跌5% 那你一定要讓樓市下跌的 你不能不讓樓市下跌的 所以到了下一個層面 我認為大部份做官的都是保住官位 或者保住條命的 這麼誇張 我們之前說過 有些半死刑的 不會 不用死刑的 通常是換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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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死的 那保住官位 那為什麼要保住官位呢 就是找些事情去做 你又要想一下聖上有什麼適合心水 還有希望 做官知道 不如我們用官場的角度說 用經濟角度就沒得說了 我們從官場角度說 怎樣能夠保住位呢 人家出事先 我是住建部很難說人家出事先 你說財政部 你說法改委 你說剛才央行 那些沒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住建部出事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每個人都知道是他出事 所以我的五千億 借百多億不是我的問題 那你還可以拖 住建部不能不吃 他都一定要跟你說 我建了多少吉樓出來 有多少爛尾樓 一定他會出來說 不是 一開始出事那是法改委 因為法改委要扔錢 那法改委出事了 好了 現在就是住建部 不要你自然資源部 是金監和人民銀行 出來就說 加大白名單貸款 什麼意思呢 盡借 全部放綠燈 給你借 組合權都這麼說 四個取消 什麼四個取消 四個降低 兩個增加 總之就是借 應借盡借 那誰借給他 內銀 我有一個無聊問題 如果你應借盡借 當時就不要弄幾條紅線 哪個人弄的 不是 那些叫什麼 摸著石頭過河 即是哪個人先打破 如果你應借盡借 那誰摸著石頭過河 那你也要追究上次哪個人擦錯腳 追究上就是資本無罪擴張那些可惡資本家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現在給你們借貸去好好發展 你們無罪擴張 那我就要用紅線 紅線爆了 OK 你們知死了沒有 知死了 乖乖的 現在就應借盡借了 那你為什麼對爆我之後應借盡借呢 因為你無罪 那我就要懲罰你 那你現在學乖了 好啊 那下一個問題 那我老婆的錢 要不需要不還住 你想想許姦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你現在應借盡借嘛 你先借給我吧 然後我老婆的錢 海外那些可以了吧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要看 究竟他是不是在白名單裏 如果你不在白名單裏面 你就要負責任 你就要死刑 你就要還錢 你什麼錢都要交給國家 哦 但如果你白名單的話 行了 你可以借錢 然後就保交流 但是還有那些什麼碧桂園 我記得還有幾間的 那些那些是不在裡面的 是啊 你問銀行吧 我怎麼知道 很簡單 現在講的那個政策就是 任銀行 戴頭 應借盡借 那些內房的那些 那些就是去內銀借錢 你借到的 原來你在白名單 你借不到的 原來你還不在白名單 那你自己檢討一下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的白名單 原來是整件事的關鍵 那為什麼你不公佈白名單出來呢 你公佈了 那我起碼知道 逼逼在白名單 恆大不是白名單 然後萬科在白名單 其他不在白名單 你說得出來的時候 我知道其實我借給誰 知道舊市的情況 甚至乎連股市我都解決了 因為我當如果逼逼不在白名單 但是萬科在白名單 那起碼我知道我買樓買萬科 那些不會爛尾線 然後我的股市裡面 萬科的股價會先升 所以你告訴我 是哪個白名單 那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 第一件事 這是一種高明的管理手段 就是讓你神威莫測 你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白名單 是不是 好像有一些 這是冷到政治 有些人不知道他有沒有事 他不知道他有沒有說這句話 我又不告訴你 你不知道這條線在哪裡 那你會怎樣 我要小心一點 我要謹慎一點 對於內房來說 借不借到的 不知道 那怎麼辦 做好一點 蓋好一點樓 希望官可以 到時 麻煩 可以批不批 批不批 這樣就對了 所以 這是一種管治的方法 一種管治的藝術 你說到這種管治的藝術 我就開始有點擔心 原本我未爆 你就弄了三條紅線 對爆了我 然後就要自己猜一下 能否入到白名單 入到白名單 也是另一個問題 我當我是marginal 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白名單 你在香港得罪馬 鄧炳強 你都懂得打給鄧炳強 你入不到白名單 我打給誰 現在這三個部門 你從住建部 你去到銀行 去到其他東西 我們到現在為止 都不知道誰負責 draft白名單出來的 三條紅線 都比較清晰 白名單是誰作主的 是啊 我還沒收到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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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嘗試 白名單 要不要打給老闆 大老闆 打到中南海 你一定是擺名單 你一定是擺名單 當然是超 超遠期 就說 不單止要將商品住房項目貸款 全部放入白名單 如果商業銀行和房地產公司 能夠協商一致 所有的貸款 給房地產做到應盡盡 應盡盡盡 能早盡盡 我明白了 他說這些商品房 納入白名單的條件 已經具備了 今後符合白名單 標準條件的房地產項目 都要按照白名單去管理 明白了 就是這樣 明白 明白到這裡 所有中文我都明白 我下一步就問 我打電話給誰 我打電話給銀行 他現在說得好像很開心 他說你的銀行跟你談好 你就在白名單裡面 你肯定是 你反過來 我是銀行的老闆 如果我是銀行的貸款 你知道 如果我借了錢給他 然後他還不到錢 你要是在業績上 就說我有問題 事少 好小事 如果有什麼事 你跟我說 原來我收了回勇 然後我是貪污的話 這個就是最大的懲罰 所以現在突然間 迫迫又走過來 跟我說 Jacky 現在我有信心 我在白名單 我現在跟你協商 協商OK了 就借錢給你 所以我就要負責任 跟他協商 那我不是真的跟迫迫協商 真的嗎 等一下如果我借完 迫迫之後 他還不到 我就貪污了 調轉了個次序 首先 你是銀行 迫迫跟你談 如果你最後協商到 你借給他 那他就是白名單 OK 這個第一次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他是因為協商到 他在白名單 那個責任是我付的 如果我協商到 他在白名單 但是他最後都爆了 還不到 上頭就會說 我是非法將他 擺入白名單 喂 現在是打仗 在打攻堅戰 你為國家 打這個 這個叫什麼 救市攻堅戰 你別想太多 而且 你借給他的 當然你要對他有信心 你要對國家有信心 國家有信心 如果我對他有信心 我才借 這樣就容易做 白名單很簡單 恆大入不了 迫迫入不了 總之是那些差不多 你全建了房子出來 根本你是長實 那些我才借給你 你長實那些才借給你 那就沒有樓市問題 沒錯 沒錯 你只得國企我才借 簡單來說 你那四萬億 入了白名單 加大名額 我真的不知道 你那四萬億怎麼派出去 分分鐘跟剛才那五千億一樣 你只是派那百多億 是呀 有機會 有機會 是呀 有機會 最後可能是救不到他的事 然後發現 原來全部都借不到 然後可能就要 一道命令下來 這幫國有銀行 不聽話 快點借 再不借這個錢 拿去砍砍 那他們就借了 除非你這樣說 否則的話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用的方法 是要我們協商 才肯要借錢的話 我就很快協商了出來 我覺得他不是很合格 所以 我也很有興趣 這幫內房 如何說服內銀借給他們 現在的遊戲就是這樣 遊戲的波 就去到內銀與內房的協商 協商到 你就是白名單 即是先過了一陣子 那如果你是內房 你會如何說服內銀 快點借錢 只有兩招而已 不外乎就是我那層樓很好賣 很多人想買我的樓 但是你看著樓市的銷售 你都覺得很難說服他 第二個方法 我覺得更加容易說服他 我那層樓會升 對不對 那你看著樓價 然後我是銀行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協商 我就不會這樣做 因為每個人都會說自己樓價會升 現在盡快 誰批核的請他吃飯喝酒 當然是這樣做 如果你這樣做 那你又回到老問題 即是你還錢就一起死 我還不是貪污嗎 但是反過來 可以給他一些抵押品 你股價會升 所以股價會升 很重要 或者給他其他抵押品 你拿股價有什麼用 但是反過來 旁邊哈佛的位置收了你的女兒 對不對 房地產怎麼給哈佛的位置 沒有本事做到這件事 應該都值錢的 總之這叫做 我們統稱就是 就是要用一些 明文規定以外的方法 令他借給你 因為你說得對 如果他借給你 就早就借給你 你不借給你 然後國家就說 總之我們的名單就增加了 總之你們可以多借一些 你們可以多借一些 誰揹禁 你老實說 誰揹禁 我不可以說 總之你借給他 總之他不還 問得好 他不還 我可不可以這樣想 如果我們真的舊市的時候 駐建部什麼非就可以了 香港都試過的 我們在疫情期間 又或者當經濟不景的時候 香港是曾幾何時推出過 叫做百分百保障借貸 銀行就把它拆了做三個借貸計劃 包括百分百保障 九成保障八成保障 有些部分是七成保障 其實他只是拿著政府的錢慢慢去做 現在可能駐建部都這樣說 四萬億白名單 然後你們協商 不過這樣 我們做一個百分百保障借貸計劃給你 如果恆大還不到的 我全部包底 其實用這招做下去就可以了 但為什麼他不做呢 他何止不跟你保障借貸 他還要發國債 他要你借錢給我 又是負責問題 假設央行保障 不是央行的 假設某政府部門 保障這些債務 萬一糟糕了 那你怎樣跟天子交代呢 現在變成一個卸獲的遊戲 如果你要保障這件事 我是駐建部部長 我懂得做 你問央行 Lars Lander 是央行的 沒有理由是駐建部包底 如果央行不包底 我只能夠增加百名單 然後你們兩個協商 所以我駐建部做到這裡就完 我就做不到其他事情了 所以各位網友 如果你聽到這裡 都是覺得自己一頭煙的話 其實整個樓市 跟我們形容的情況一樣 大家只是鬥拋而已 其實整個樓市 跟我們現在的發生 這個節目的頭上半部分一樣 都是鬥拋 就是 究竟你買不買樓呢 你看看借不不借錢 那你內房的保障 防風保障 你看看內銀借給你 那內銀就要去想 那我借不借給他 你看看你銷售的成績 那就看你的成績 那你借給我一定賣到的 那你賣到有錢的話 我就借給你 那你借有錢給我先 你先賣到先 我知道今天我們的封面圖出什麼 出蜘蛛盒 那四隻蜘蛛盒指著對方那四隻 類似 平行時空 沒錯 就是平行時空 但是會不會真正的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天子腳下四個部門 根本上就除了他要怕負責之外 根本上就是沒有招出 你舉個例子 剛才央行我們說 那五千億才能發出百多億 可能五千億的額 那句可能是真的 額是真的 但是五千億還有沒有五千億呢 也不知道 所以那裡只不過是出了很少 然後財政部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踢爆了一條數 上個禮拜就說 其實那條數 你只不過是多了千多億的 即是加分的 expenses 不是很多錢 然後再去到駐見部 seems to be駐見部 應該直接管不了錢 所以會不會其實這四個蜘蛛盒 去到最後剝回頭套出來 原來四個都不是蜘蛛盒來的 根本上可能整個 鋪得過千多億 千多億左右 但是你外面欠幾萬億 而天子只是批了千多億 但是你每個星期要做一個 那些公司的公司 不是 你說我也是很嚴謹的 數理的分析來的 你說天子批了多少錢 我根本覺得 天子都不會告訴你 他給你用多少錢 是不是 看著辦 我給你一個項目 我不會告訴你 那些材料是什麼 即是 我一天搬工程 總之市要救回市 起碼去到三千點 那我可以借兩萬億來救市 他說 抄了辦 你救不到就行了 你救不到的 那你就把人頭交出來 其實你發覺全部都是這樣的 即是沒有一個 沒有計劃的 其實這件事 但是我又覺得 你對比美國的貨幣政策 其實央行都沒有事情可以做到的 即是那個是減息那個 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的 通脹 求成買法下來了 通脹下一點 減一點點 減一點點 繼續減一點 他都很難有一個實質的方向 就是 總之 我最後決定 我就會減兩利息 通脹三年後就減下來 他也是摸著石頭過河 但是問題是 他有人會決定減息那個 你想想西方民主政治有個好處是甚麼 就是 我做錯經濟政策 我最多下台 仰衰些 最仰衰的那個就是 least trust 做得很短 那就下台 只有這種情況 最可能你選到上去 你說減稅就減稅 減息就減息 然後真的我有leadership 出來說你發生甚麼事 而不是無端端走出去 跟特首說 我知道你有移民潮 我知道你有這麼多事情 不過不要緊你要游字及興 你寫一份施政報告來看看 現在的施政報告跟你剛才那些 住建部財政部和央行那些一樣 總之去到最後就要游字及興 但是沒有招出 裡面那些招就是 的士學阿拉伯文 不是 是誰出來澄清了 是不是優健 是不是優甚麼話 好像卓永興說 副司長說我們誇大了 是的 他說不是的 純粹是有些指示 阿拉伯司機 阿拉伯司機 不是阿拉伯司機 阿拉伯旅客 那邊坐的士 這樣而已 你看到很大分別 如果我們說遠一點 我們香港一直都在走西方那套 或者以前港英那套管治 和現在這種 國情式的政治就很不同了 你說得很對的 以前是目標為本 我要這樣做 打算扔多少錢 就是多久 預算的成本是多少 這樣就做 做不到就有人背鑊 理論上是這樣的 現在不是的 因為現在是沒有背鑊制的 有背鑊制 因為那個鑊很大 因為你在以前香港 背鑊就下台 才是這樣的 你現在背鑊 我不知道會變成背鑊 尤其是香港最多特首 都是有甚麼事 內地部長 尤其是央行 背鑊 那個鑊就不是背鑊 是啊 是啊 他不會用火箭炮射他 是啊 做官員都知道 你以為潘工成不知道嗎 潘工成不知道他搞不定 他就背鑊嗎 所以 所以我不是做我拍鑊 我救了個事 你不要理我借了多少錢 總之我救了個股市 有人落答也好 信也好 誰也好 總之我救了個事 三千多點 你不要搞我 你先搞那邊 那樓價跌不關潘工成事 水又放了 你說你找人行 雖然他是人行 總之你找那邊 你找前面借了那批 你不是找央行 你商業銀行先找了 是不是 是啊 不清就不做有事 潘工成很難說 因為潘工成一個溫美十個波 又回到他那裡 為甚麼人不借錢 潘工成就會下命令 借了盡借 喪借 你不要管 還不到那怎麼辦 不要管 總之先借了 但如果你有這一句 前提是要有一個事 就是如果我喪借 喪借完之後 我不責任 你跟我說 三條紅線沒有了 喪借他 還是有某個人保障 那我可以 你拍胸口 你說打台灣也可以 你拍胸口就可以了 一股 gave 衝 els金 Bitcoin 都不 1080 也不要管 對啊 但問題是你肯說那句 你握惑就你握惑 然後你握 área 現在問題沒有那句 因為他還不到錢 資本無罪抗張 你們之後拿了三條紅線ắn出來 跟我說 一早跟你說到三條紅線on 喪借得對 如果再折傾快 那就再建立六條紅線 Li Natural ESE 要還 copyright 那現在也很像 好 其实现在的方法就是不断再借钱,然后填掉所有借贷 但这也是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借贷和借贷的问题 你要有人买才可以,你要中国人民去选择去买 现在我看这个款式,他的做法就是我稳定了一个楼市房 股市也好,楼市也好,起码跟市民说,你看看不再跌了 股市也不跌了,楼市也不再跌了,你又容易借钱了,不如买房子来 我觉得也是好事,因为你有一个跌市的预期是很严重的 因为你不会今天买的,你会明天买的 所以你永远有跌市预期,你永远会延迟交易 现在反过来,我跟你说已经沉底了 底就在这里出现了,你就希望去买房子 但是你自己看着,估计我不懂,估计我这段时间已经离开了中国股市 我很聰明,我做空了中国股市之后赢了少少钱 拉过去 我是善意做空的 是的 是的 好,接着呢 你知道另一个大问题在哪里,就是人口政策出现了问题 你还要抵死不抵死香港出来跟你抢人口 即是香港现在出人口政策出来吸引你来读书,你来投资等等的东西 但是全中国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人口政策出现萎缩 那这个你哪有 demand 没有,就算有 demand 我认为,大家都知道 远远是不及公认的 即是说,真正的Egolibian price 可能是比现在低很多 低一倍,这样的价钱 那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你顶得住的,像你所说的 如果我不想人民有一个楼价下跌的预期,就是通缩而已 现在就是怕通缩而已 那你顶住楼价,卖不起 卖不起 就是好像,用回香港了,不要说到这么遥远 那现在楼价不下跌的话 不是啊,对不起,因为香港又不同 因为香港它捏着供应 但我想譬如说正常的一般市民来说 其实这个楼价都是抵不起的 不是的,现在就快要抵不起了 有些三百多万出现了 开始 三百多万就很极端 北区已经开始有三百多万了 也是极少数的案例 新楼价都是昂贵的 以我所知 但是便宜很多 我相信现在香港平均正常的楼价 都五六百万的 倒是,倒是 不过再来说 香港的楼价五六百万是否比以前 是肯定比以前便宜 不过我们现在的经济 不一定高了很多 然后你要承认二十年的供款期 去买楼或更多 就肯定很难去做这件事 除非我购买 好像不知道哪一个 我看到现在看一些新闻报道 那些爸爸购买 买了一层楼给孩子 都还可以接受 否则的话 其实你五六百万的楼 然后经济这么确定 最好是租了 就是租了算了 是啊 我们回到中国那里 香港普遍人都有两倍 都平均大约 大概一万多两万元的人工 最正常普遍 你去回到中国那里 我估计中国一层楼平均 雖然我知道阶段很阔 我估计一百万左右 你主要城市说三百 差不多 三百万你要供多少 你要每个月 正常情况 你想想现在深圳人工 是一万多元的 平均 深圳是最夸张的 你用那些二线城市 那些就不是 那些是断几千 你一百万的楼也很难买 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一二百万的楼 一二百万的楼供多少 可能都供一万多千 可能都要 一二百万的楼 供款期是多少 但你反过来看的话 其实 如果你从内地的看法 就是除非是有必要 否则就不供楼 因为你知道银商行大 供楼的比重很高 但是内地有个很强的刚性需求 就是结婚是有楼余需要的 很多时候就是 你结到婚的原因 是因为你有层楼 所以你一定要有楼余需要 但是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 连婚都不结 就是了 如果是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就不会看到 市面是这样的 现在是所有问题 爆在一起 你的人口又低 人口又开始老化 人口又老化 人口又少 然后没有新的经济动力 你新的那班 大学生又难找工作 大学生 他公开 失业率都两成多 就是青少年 然后外贸的关系 越来越差 还有 有能力买的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上车了 现在是面临这么多问题 所以 我们去回旧市的本质 去回你一直都问的问题 就是说 究竟为什么不够呢 又是回来 你要扔多少钱出来 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没有可能的 也没有一个答案 因为经济是静的 就算是美国也是 你要减多少次息 他都会看情况 所以他就迫着 见步行步 个个人都会跟你说 那我们这样就救到了 是不是 都是希望 经济去到某个位置 止跌回升 嗯 希望去控制到经济 但是 我们观察就是说 经济其实是你控制不到的 他要继续冲下去的话 他就只会继续冲下去 尤其是如果你在中国的体系 更加难以预测 而且体制下去 你要难以预测的话 你会牵涉另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救经济只有两条条 一条条就是政府自己冲出去救 第二条也是最好的条条 也是全世界都是这样走的 就是政府开始了车车去救 然后外资或者其他人出来救 举个例子 就是美国当时崩溃了 基本上股市又崩溃 其他人又崩溃 政府出来補了一点点东西 包了底 AIA不用继续之后 反过来 全球投资者慢慢回到美国的市 所以政府出1元 但是外面市场出10元 有11元 就有机会救回美国经济 同一条条一样 现在旁边 央行出招 财政部出招 法改委出招 住建部出招 他所有招式最后的基础 就是需要外面 我拿出1兆 你也拿出1兆 两个人夹少少 那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外资 因为现在的中国救市 信心 我先下去 我现在看到股市 近期就有点奇怪 香港股市 其实你见到 交投的成交额 是少了很多 亦都跌下去 最高分的时候 那是否可以说 其实 还有最坏的就是 李嘉诚拔走了 这个中国油储 亿多 这个时候卖了股票 虽然他依然有了一步 但是他卖走了一些 但是 会不会外资这个时候 又充得回去呢 你不是说了情况 就是这一段 就告诉你 外资就是这样 外资就是炒了一段时间 你先说 美国的海啸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之后他能回头 有人说 我因为他把垃圾 放在欧洲 但是 一回事 就是他把垃圾 的问题 扔给外面 是一个问题 扔完之后 为什么他重建到 为什么外资会回去 因为对制度有信心 这个也是 那本书解释了 因为这个系统 是inclusive 你最后 大家觉得 是 海啸会见到 很多无尽的问题 就是华尔街贪恋 这些衍生工具 但是 在最后 他都是市场经济 他都是资本主义 他都是有私有产权 大家继续能够在这儿 那之后 现在又再创新高 那去到现在香港的事情 好了 现在香港或者中国 外资没有信心 是因为 你的制度不再inclusive 你倒下了 是不是代表 人家对你的制度的信心 好了 刚才我们未必有时间 讲一篇文 但那篇文是很有趣的 就是economist 其实都回到之前 Jaime Diemann 他有提及过一个 term 就叫 uninvestable 这个是 我们节目又跟大家说过 就是 很奥妙 他说 uninvestable 那些人就会去打脸 不是啊 之前不是几千亿成交 不要说untradeable 可以trade 就是炒得不投得 没错了 这个就是我几个星期前 和大家说了我们的看法 就是说 有没有外资进去 如果是长线的 看系统的 看模型的 他不会进去 因为你的市场这样爆升 其实uncertainty更大 是不是 他估计不了 突然一会不升 一会不升 一会升三成 两个跌回两成 那我怎么投入呢 你不会有一个投入者 是觉得 这个市场很棒 这么刺激 刺激会吸引什么钱呢 那就炒钱 短钱 是吧 todgram trade 我一定会开心 你的户这么大 是不是就炒一轮 升上去炒上去 堆下来堆下来 好了 问题就是 这堆钱现在坐在这里了 不就是这堆trading的钱 是吧 如果是厉害的 我认为外资厉害的 舔舔舔舔舔舔 拿着几千点 我知道你的市场的本质 就是你下面托上来 OK 我们跟着炒到两万三 上面扔下来 丢下来之后 你也会自己炒上去 基本上我就是炒这个 就已经搞定了 是啊 我知道你下面有人扔下 你两万点就扔下 OK 所以去到两万点 我不会跟你硬碰 你就会看到 永远到两万多点就停了 那你升上去 他知道这堆没力了 是吧 这堆没力 你升上去 我便扔下来 那结果就是这样的了 是啊 所以 回答回来 如果我认为观察没错的话 你吸引了一大堆交易的钱 投资的不是过来 如果大家留意 一些关于市场资金的报道 其实今年的方向是没有改变过的 就算你经历过刚刚那阵狂炒之后 都是一些钱去的 在日本 美国 甚至印尼 印尼最近很多 我可能Jerky有留意到 如果你看明天我们出的新闻 你就知道 印尼刚刚换了新的总理之后 其实也是在加大很多东西 整个Mr.Fixit 是搞了很多新的经济政策 刚才你说的部分 正正就是Carson Block 应该是Moodie的运水 另一个运水 那间公司的运水 他用这个说法出来 这个时候是应该close your eyes and buy 不过就不是China 是US stocks 其实你反过来 直接就用这个说法 就是如果你是投资的钱 分分钟你都是落到传统的东西 刚才你说的inclusive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system那么简单 究竟是inclusive的economy 还是一个extractive的economy 甚至乎就是因为我们过往 我们很明显知道 有些地方是inclusive的economy 那些公司是一些有创意的 而且是有生产力的公司 如果我当你今时今日 再炒 再有一个investment的钱 你会给好像NVIDIA 那样的公司 还是你会给中国的地产商呢 你会发觉中国地产商 玩来玩去的游戏 就已经玩到尽 即是你已经resource allocation 玩完了 你没有新东西出来 但是那边是有新的technology 又有labor 又有其他东西 所以那边是新的investment 这边也有一些新东西 你看你信不信 有中心 有中心 大佬升8% 中心 还有华为未上市 可能只是上市 小米又说做到3纳米 看你信不信 有阿里巴巴 人家是Amazon 人家是阿里巴巴 人家是Apple 人家是小米 人家有Facebook Google 有腾讯 小红书就来上市 又说要IPO 所以照顾问 你看是没有外资讯 但我相信也会有外资讯 但是开始市场就分得很明 用你刚才那句 uninvestable 但是tradeable 你说你小红书 你分分钟我都会炒的 因为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看完上次那本 就是国家为何失败 我们都会知道 当你做这些resource reallocation 我们在资源调配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些钱赚的 这间公司是有一定的盈利 不过盈利会在短期之内就会停 譬如我们有个平台经济 大家去完阿里巴巴的 那就赚了 接着突然间 天狐出来的 那就去了拼多多 那就去了拼多多 但是本质上 这两间公司 都是平台经济 其实它没有一个新的地方出来 譬如说你有蚂蚁金服 但是蚂蚁金服 都是一个resource 的reallocation 因为你的数据更加清晰了 但是你说真的有一些新的investment 出来 譬如说小米出三纳米高的生产 而且是非常之成熟 那时候就是一个真的investment 所以大家信不信 那你补充几句小米 小米的三纳米 它是纯粹就是说 它可能有三纳米 晶片是华为的 理论上 或者当是小米自己研发 重点就是 做的当然是中心做的 但是小米三纳米 我一直问 小米不是高通的吗 是的 所以我其实没有详细看的 我觉得这些 是不是小米自己研发的三纳米呢 我觉得 你不能挑战 华为说自己有研发多少纳米 好了 你用过那个晶片 那你声称你研发到 那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而且现在重点不是你研发到 你做不做到 那你三纳米就肯定是要台积电做 那你说中心做不做到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中心做五纳米 都做到嘔血那样 但是股价升 反过去因果 它是要继续烧钱 去做这些五纳米 就是三纳米晶片的 那谁会付钱 那谁买的股票 那谁会付钱 那你就明白了 不要紧的 它如果做到一只小米AI手机 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取得到 那现在就等了 如果真的小米三纳米是成功的 那你就看看下年 当Apple在推出AI手机的时候 小米是不是推出AI手机 其实这个你一看就知道 我估计它又不会差的 你应该会订货的 你用小米还是Apple 小米 小米 没有用的 生意一定是好的 小米 小米一定是 它是国家级第一品牌 国家提供第一品牌给它 它一定会做生意的 它做生意的目标 就是要一些技术 它就是要 所有国家级的国企都是有任务的 你就是要取得到技术 那你能否取得到呢 那这个就是个问题 你问我 我觉得它的三纜米技术 这个真是幸好 星期一就有你 星期二今个礼拜 我们就有Yumi Yumi是做了一些科技 即是宣传训训训训 你会看到它是专做一些 究竟 那天又是说了很多东西 它是由TSM那份业绩 去看回其他整个行业 不同的需求等等 你会知道整个晶片制造 你不会是一间小米 我做了一件事出来 TSM都不会说你做了所有东西 你是要前前后去 有很多公司才可以 所以我真的 我也想知道 如果小米这么大声说它能做到 我是美国佬 我下一步 就是除非你自己做到 如果不是我 你一步就可以了 要再讲清楚 你要知道设计和代工 很大分别 设计也是很厉害 但是以中国的特色里面 它很容易设计到的 总之它买过你的晶片 它就设计到的 大家明白了 但是就算你有图 谁跟你做的问题 台积电做到 中心用它的DUE 它做到5纳米 做不到3纳米 我觉得是极度极 如果不是用DUE 基本上没可能做到 接近没可能做到 做到的量率是低到 低到妈妈都不认得的 那它有没有办法 能够到EUV 我又不敢小看它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不需要太快下定论 它现在升得好 你就由它 很快就下期 如果它拿到EUV机 其实大家的数据很容易看到 你看着ASML 你就知道它有没有拿到EUV机 一步半步就看不到 一步半步怎会看不到 上一季卖了十一步 其实也是 不就是 你全年一步半步 你不太觉得 十一步入面一步半步 是十分之一 而且ASML 不知道它卖给中国 你一定是经中间人 那倒是 这个可以找Yumi去看看 Yumi明天那集 因为我录了 所以我会知道 它有个位置有提到 就是它发觉下年 ASML在中国订阅少了 中国订单收少了 其实现在还未知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订阅少了 只如 没得让它订阅 我说一点 Yumi再补充 因为上一份页 ASML出售就跌了十多个百分比 因为订单少了一半 那就是中国订单 因为现在连DUV都不让它订阅 是的 那问题就是 它没有理由 你不是想着 你不订DUV 你订阅EUV 所以 所谓什么小米研发三纳米 先听着 你要两个层面 第一就是 研发完哪个做 都是台积电做 如果都是台积电做 台积电做给你 即是那些旧的晶片 那你用抗笔一样 那你说不是 我研发到 我给中芯做到 那我就看看你 究竟为什么可以做到 那这个不用那么快 但明天Yumi说 好 是的 但今天也差不多 最后是不是还要说挪奇 不说了 挪奇 反而有些网友问 我们什么时候合体 我想说 台湾很大 是的 台湾真的很大 你想想 我在台北 这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南部 很贵 神经病 我不知道 多繁分 发展得多快 有一天 同一天 有几个活动 真的 我想说 台湾发展得很快 但问题就是 全世界都去台北下腿 只有你去台南下腿 你不就叫人气我取 不如不要这么说 我得罪高雄 就是说 每个热门的去台北 我们当然是找些更加有potential的地方 高雄 发大财 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很贵 一转高铁 来回三千元 而且你又不会即日来回 所以不如想 不如我们两个一起去日本 其实你刚才说完 我才发觉 为什么我要来高雄找你 原来高铁是三千元 那么贵 来回高铁 是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坐飞机 其实是 想得过的 我们努力做事 看看这两个星期 能不能再赚多点钱 下面 Super Like Super Check 我们一起去日本 这样太直接了 不是 我们要还 我们努力工作 这个星期能再赚多点钱 如果能赚多点钱 如果能赚多点钱 那我们可以试试 试试 海外一起做节目也挺帅的 都算创先河 我们一起去日本 你不会有两个频道 一起去另一个地方 去录影 我想这个应该比较少一点 也有的 不过不多 哪个 就是杜汶泽和混血肥仔 肥仔现在不是在英国 是的 他不再是香港频道 是的 是的 所以两个频道走去另一个地方 都挺过瘋的 强烈支持我们去出外景 是的 所以大家感谢大家多支持 我们继续 我们最多一起 我可以约定 最便宜是台湾飞去 应该是百流 是吧 百流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不是 我们看到网友提供 高手在民间 可能有些网友做旅行公司 最便宜最便宜 高雄出车 你不要玩我们 你不要做东南亚的 你不要去一些我们 有少少去 要回来的地方 要回来的地方 是的 要回来的地方 最便宜 去那些可以回来的地方 各位网友留言 留言给一些意见 如果你是有旅行社 你想赞助的话 我会积极考虑 绝对可以考虑 如果你赞助我们去百流 我会逼阿芬去试百流当地名菜 我一直都很想试 不过我打算先给你吃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蝙蝠汤 哇 白流名菜 不要了 不要搞这些事情 蝙蝠很危 好了 看看我们有没有缘分 同框在台湾合作 各位网友 积极给意见 积极考虑 今天感谢各位 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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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